大家好,台湾媒体证实,台湾在15号进行了机密导弹试射 16号凌晨4点50分,中科院九鹏基地发射了一枚查无资讯的机密导弹 台湾媒体据传是熊2E巡航导弹 九鹏基地的机密导弹被传是熊2E,射程可以打到中国南京 九鹏基地在15号进行了爱国者导弹的试射 4点50分左右,又发射了一枚查无资讯的机密导弹 台防部门在两年多以前的预算案中 曾公开承认台湾有对地巡航导弹增程熊2E导弹可量产 并说为台版的战俘巡航导弹 并效仿美国在历次战中大舰齐弓的战俘导弹 熊2E从反舰熊2导弹技术上研发 其长度直径约介于熊风三型导弹和美国战俘巡航导弹之间 2011年的射程公开是600公里 以3000公里为目标增加射程距离 熊2E600公里版本可以打到香港、澳门、广州、长沙、福建、上海、南京 以及深入腹地攻击长江三峡大坝 熊2E对地巡航导弹从陈水扁时期开始研发 因攻击性问题受到美方劝阻与干涉 美方延长了军用精密零件审查器 并封锁部分关键组件并受技术管制 台湾还发现美方的技术手册只有方向正确 其中分析过程数据都是故意给错的 后续进行了改良 熊2E的昆蓬引擎获得关键突破 台湾媒体说目前熊2E有A、B两种弹型 A型射程是500公里 B型弹射程是1000公里 增程型超过1000公里 据传是3000公里 目前熊2E已部署240位 不过此案的高度机密 无法确切知道台湾目前部署数量 而今年测试的是熊2E增程型 根据先前防部门向立法院报告内容显示 熊2E反舰导弹、熊生导弹共用生产线 中科院新设计的导弹生产、厂房生产时 上述弹种的产量可自81枚增加至130亿枚 军方并未直接公布 熊生导弹系统的个别产量数量 技巧性的宣示 引起了外界想象空间 另外谭副也承认空军退役刘姓少校 吸收6名校级军官设供敌案 那么7人已被高等检察院高雄分属 以违反国家机密保护罪起诉 但检方又追出负责正副总统专机勤务的空军 松址部正姓少校设案 松山指挥部主要提供空军一号等行政专机的勤务 与总统、副总统及政府高阶官员 攸关台湾三军统帅安全 所设情资敏感 传出供敌案 令外界惊讶 据了解刘姓少校推以后 2013年前往中国经商 被中国大陆的情职单位吸收 要他返回台湾发展组织 刘找昔日学弟或部署替中国刺坦军事机密 并开设空壳公司掩护 以利支付获取军机的报酬 刘吸收对象以空军、海军为主 至2021年 共有现役、孙姓、中校等6人加入组织 其中仅1人为陆军少校 其余5人却为海空军、中校或少校 校检于今年1月查获 刘姓退役上校 孙姓中校、龚姓少校 另外刘姓少校 4人被击押 另外还有邓姓、林姓 另外刘姓等现役少校 以10万至20万不等交保 刘姓退役少校 收取中国大陆不法利益 至少百万元 再以情资重要性与孙姓、中校等 输签元至1万元不等报酬 今年4月初 检方侦查终结 刘等7人被 依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法等罪起诉 高雄分院 开接押亭 公姓少校认罪获得交保 刘等3人仍有串供之欲 那么裁定续押并送高雄二件 那在比对扣押案情 发现的其中有部分机密资料 是由空军松山基地指挥部 负责地勤的正姓少校泄露 传唤他档案以后说明 认为他涉案案情重大 有串政之余 那么已经申请法院 击押禁件获准 台湾现在正在推行 国家安全法修正案 实际上要解决 现在中国在台湾的间谍活动 按照台湾方面说法 中华民国的政治制度 目前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外国 是敌对行动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 在台湾的一些军事情报 或者是一些军情活动 不能被司法部 视为是外国的侵略 也不能按照 对外国间谍的相关法律处理 所以台湾现在正在准备 修改国家安全法 修改这个修正案 那么实际上 现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 实际上处于内战阶段 属于是内政 只能按照国内事务来处理 不能按照国际之间 这个间谍案来处理 今天美国的军事新闻 也证实 15号 卫星拍照显示 中国实际控制的 南海西沙群岛的中舰岛 正在新建一条跑道 目前虽然看不出跑道规模用途 但是中舰岛可能 如永兴岛逐步成为 解放军的军事基地 并被军事化 成为解放军在南海的 另一座前进基地 提高中国反接入 区域拒止能力 卫星影像公司 叫星球实验室 拍摄的卫星显示 中国的中舰岛 7月份尚未出现建筑攻势 跑道是最近几周开始兴建 工程尚处于出击 但是进展速度令人惊讶 从照片上可以看 跑道目前长度 近约610米宽度相当窄 约13米 可供短距起降的固定飞机进行起降 如螺旋翼或轻型飞机使用 这一点可以改善中叶岛后勤补给 不过报道认为最有可能 是部署中高度长制空的无人机 西沙岛是中国实际控制 据越南最近的点 只有214公里 中国近年在西沙 扩张军设施 使中国提高在南海存在更大行动一环 中舰岛兴建的跑道 与中国对南海其他岛礁军化 如出一辙 如现为中国解放军作为行动基地的永兴岛 中舰岛未来若设置地空地地导弹系统 再搭配支援的侦察系统 可以使中国不仅能够常态化 监视越南的军事行动 也在南海多了一层反介入 去拒止防卫网 拱度扩大中国在南海的反介入能力 在南海方向 台湾媒体今天也证实 太平岛守军因网络信号不佳 开漫游可以连接中国移动通讯网络讯号 台湾方面认为这是国家重大的安全破洞 今天台湾媒体也曝光 台湾在太平岛的官兵 向媒体证实 太平岛的讯号非常慢 有官兵的建议可以先开通漫游 就可以在岛上接受到中国移动通讯的讯号 而且比中华电讯的讯号还要快 所以太平岛上的海巡 驻岛人员几乎在公开使用中国移动的讯号 进行上网 台湾方面说用敌军的讯号上网 其实就是国安危机 中国能够提供4G给太平岛上的海巡 军警员使用 就有办法利用后台网络来截获资讯 那么讯号也能被定位 请搜太平岛驻军人员日常作业 中华电信的2013年 在东沙岛太平岛投入了700万元 建设2G服务设施 17年再投入3000万元 透过卫星传输提供3G、4G服务 NCC的主委在18年4月 率领一级主管到太平岛视察 对于驻岛官兵 有讯号可以使用深表肯定 但从中华电讯网站显示 东沙岛有3G以上型号 但太平岛没有 仅有2G基地台 可供官兵通话 似乎跟5年前NCC考察的情况不符 台媒体说南沙南海牵涉多国利益 太平岛位于南海的心脏地带 如果放任太平岛通讯中国化 将造成民主友邦对台湾产生信心危机 放弃太平岛将造成中国帝国主义扩张 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嚣张 直接用九段线划到别国领海外 那一方面的情况 菲律宾的外长洛钦 将出任总统北京特使 菲律宾的总统府16日宣布 马克思总统已任命前外交部部长洛钦 为菲律宾总统中国问题特使 负责特别事务 菲律宾总统通讯办公室 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了 2022年9月 洛钦被任命为菲律宾驻英国大使 他在前总统杜特尔特任内 担任外交部长经常发表措辞 就在日本的媒体也证实 解放军和俄罗斯海军完成了太平洋联合巡逻 8月15号至17号 中国海军的舰队从太平洋西部 穿越宫国海峡向东海方向航行 与同时美国海军的罗纳德里根号航空舰 已经抵达了台湾东部海域 美国人因此在台湾监视中国的反应 赖清德访问美国结束 美国现在担心中国会在东海 在南海在台海周边举行大攻击军 就在南海紧张局势升级之际 澳大利亚的海军最大的战舰 已经驶往南海 与菲律宾将举行联合演习 14号 菲律宾皇家海军最大的一艘战舰 已经前往南海 菲律宾证实两国将举行 有史以来首次两棋登陆演习 美军的一艘补给船 也将配合澳大利亚的舰艇参与演习 并提供演习支援 菲律宾与澳大利亚联合参加演习的 这艘军舰是2014年投入 现役搭载2000多名水兵 叫堪培拉号两栖攻击舰 代号叫海浪 根据菲律宾武装部队的公关部的消息 澳大利亚海军堪培拉号 飞行甲板上的一个开幕仪式 标志这次联合演习正式开始 堪培拉号上澳大利亚的航空兵 水面舰支人员将与菲律宾海军 及舰队海军陆战队空军 菲律宾陆军进行联合演习 而美国海军陆战队 则将对演习提供支援 澳大利亚海军的总长 马克哈蒙德海军中将 星期一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采访时表示 堪培拉号前往南中国海 是为了维护当地的和平 我一直在说 美国在台湾体上 一直过去是限制台独的 因为台独它实际上不符合美国利益 台湾独立 美国就没有了台湾这张牌 美国也就没有了插手台湾事务的借口 那么它是不能支持台湾 拥有进攻性武器 因为台湾一旦拥有进攻性武器 主动权就不在美国人手里了 所以我看我节目台湾 一定要听懂这个逻辑 主动权控制权不在美国人手里 那么美国就无法再玩下去了 所以它要限制台湾人获得 你包括这些先进导弹 生产能力 美国根本没有想要保护台湾 美国只是想要利用台湾 保护你那些导弹 进攻性武器 为什么不给台湾相关的数据 不给台湾相关的能力 就是美国不希望你台湾拥有能力 摆脱美国控制 记住美国才是真正要控制台湾 而且要牢牢把台湾当成地缘政治工具 要把台湾人当成炮灰的 那么现在情况变了 现在美国和中国的实力接近 美国要打出台湾牌了 那么你可以看包括台湾的一些导弹 武器生产 美国也逐渐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台湾人可能会觉得 那这样对台湾来说是好事 我们拥有了反击能力 你记住 你就几百枚的巡航导弹 你看俄乌战争也可以看到 巡航导弹它不是战略武器 它只能什么 打击敌后的一些目标 对社会造成一些伤害 但实际上不能转变整个的战局 那你几百枚这种导弹 再加上被拦截的 而且有一些 实际上中国已经知道你这个导弹基地的位置 有一些导弹你是无法发射的 所以这样的话 实际上你对大陆打击效果是有限的 那美国现在让你对大陆进行挑衅 给你这些武器 不是要真正保护你台湾 现在是让台湾真正的变成炮灰 点燃台湾 在南海 菲律宾 包括澳大利亚 实际上也是替美国干这些脏活累活的 美国自己不想跳出来 现在让谁 让日本韩国 像澳大利亚 像菲律宾 他们先顶在第一线 跟中国斗 然后呢 让台湾变成这个炮灰 让台湾变成导火索 就是乌克兰那个角色 所以现在实际上台湾已经被乌克兰化 那澳大利亚现在来看呢 他在南海和菲律宾这个演习 更多的是给中国看 但我说过啊 中国现在和俄罗斯也在南海 要举行更大功能的军事演习 所以中俄合作 美国想在南海孤立中国 现在看不可能 因为这个地区未来呢 你可以看到 美国是不断的要对在南海 对中国进行挑衅 挑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 因为中国现在很多的贸易 外贸 实际上第一大贸易伙伴 都是东南亚国家 是东盟 而不再是美国 所以这样的话 在东南亚挑拨中国和东南亚关系 实际上也可以 对中国经济进行限制 对中国的贸易 也进行围堵 所以这点上看呢 我觉得中国未来呢 会扩大和东南亚国家一些合作 在南海岛礁很多的问题上 中国也会有自己的想法 也会有自己的安排 那么现在来看 中国主要是针对菲律宾 而不针对其他国家 那这样的话 菲律宾反而成为这个焦点 所以我说 菲律宾这个国家非常不聪明 它过去可以不配合着美国 和其他东盟国家一样 在南海问题上保持沉默 不变成大国博弈的棋子 而现在看菲律宾自作聪明 配合着美国 以为美国给自己撑腰 那么自己呢 在南海问题上 中国是吧 就可以让步 结果现在来看 中国并没有让步 反而菲律宾成为那个什么 所以我说 现在来看来 菲律宾方面 任命中国特使 未来也要缓和和中国关系 菲律宾这个也不傻 它也要知道 自己不能变成美国的棋子 变成美国的一个祭品 所以要缓和和中国的关系 所以现在来看 未来在南海方向 中国和菲律宾一边对抗 另一边进行和谈 所以美国想要在南海 挑起紧张局势 现在看菲律宾也 不准备上当 所以菲律宾在南海 也不准备 积极的配合着美国 所以美国想利用南海 孤立中国 现在看也非常困难 所以只要菲律宾 它不能变成南海的 这枚棋子 这个炮灰 那么其他的国家 我觉得在南海面上 也很难配合着美国 就实际上 菲律宾没法获得好处 其他国家看到了 菲律宾的下场 就不会选择和美国合作 这是我一直在强调 在南海面上 中国一定要强硬 现在看只有台湾愿意当美国炮灰 现在连菲律宾现在都看懂了 也派出特使要跟中国沟通 也不会一意孤行在南海 一条道跑道黑 只有台湾 所以我现在觉得台湾 现在这些亲美 所谓的这些亲美 这些势力 我觉得最后会害了台湾 让台湾变成美国的炮灰 而没有刹车 跟随着美国一直冲向前 但是美国刹车了 而台湾会按照惯性 一直冲向前 那这样的话台湾粉身碎骨 所以你看台湾现在还不如菲律宾 它没有主权 台湾现在被美国完全控制 而菲律宾和美国之间 还有一纸协议保护菲律宾 而美国给了台湾什么 什么也没有给台湾 所以你看台湾才是 整个地缘政治上最大的 美国最大的一个炮灰 也是美国点燃欧亚大陆的一个关键 就是乌克兰的作用 在欧洲点燃乌克兰 在亚太点燃台湾 现在南海 我觉得美国还有菲律宾炒作南海 在南海挑动 紧张局势 中国现在我觉得 对菲律宾的态度非常强硬 另外一点 中国在南海也做好了战争的准备 包括积极的兴建机场 包括中建岛这些机场 未来如果南海真的开战的话 很多现在控制南海岛礁这个国家 改变现状以后 这个现状的改变 不一定对自己有利 也就是中国也在向南海周边国家 展现中国的实力 如果你配合美国改变现状的话 最后这个现状的改变 一定是向中国有利的方向改变 中国一定会收复更多的岛礁 所以现在来看 菲律宾反而被孤立了 而台湾就变成了一个炮灰 所以我一直在讲 台湾现在实际上是美国 对抗中国的一个关键 所以美国最后一定要打出台湾牌 中国要做好收复台湾的准备 最后想跟台湾讲 台湾现在有一个误区 就总觉得自己拥有导弹 拥有远射程导弹 我能打到上海南京 中国就不敢武统我了 实际上现在台湾这个想法非常幼稚 因为你跟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比较起来 就像个小孩子拿出一把手枪 他觉得自己很威风 但是你周边有一百把冲锋枪 狙击枪瞄准着你 当你掏出那一把手枪的时候 你的生命也就结束了 所以这就是现在最残酷的 台湾人很自信觉得自己用着这个导弹 能打到中国的腹地三峡大坝 我就能阻止解放军武统台湾 这是非常幼稚的想法 这是没有战略阳光的 这只是那帮政客在骗老百姓 他自己都不太相信的 哪个政客如果这样相信这种说法的话 那会非常可笑 你台湾首先你没有核武器 你这些都是常规武器 你把那个大楼炸了 你炸了又能怎么样呢 我再见吧 你炸了的 你炸那个大楼的那个 那一刻 你台湾的命运就决定了 那也就是说你最后是在自杀 而不是为了台湾永久的和平 不是为了台湾的利益 而是你自杀那一刻要用到这个武器 所以台湾每一次试射 在我看来是台湾选择 选择自杀的结果 是非常可悲的 因为你没有实力 你这个实力跟大陆根本就不在一个水平上 也不在一个等级 连日本跟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都不在一个等级上 中国是和美国是和俄罗斯 在进行全球博弈 而你台湾呢 你连日本都比不上 韩国都比不上 你更别说和中国大陆比了 所以你台湾自己想一想你在干什么 你研发一些导弹在干嘛 那就是自杀 那美国呢 明知道周边有那么多把枪 瞄着这个小小的台湾 又给这个小小的台湾一把枪 让他把枪亮出来 那你觉得台湾的命运呢 所以我要我们说台湾就是那个炮灰 就是那个导火索 美国现在做的就是终结台湾 从台湾海峡到菲律宾到南海 美国围绕着中国 你看看美国非常忙啊 也就是美国已经衰落了 他已经不像过去那么自信了 我还是相信中国一定能够统一台湾 欧亚大陆重新崛起